大家好啊 白俄罗斯的总统 也就是他的独裁者 卢卡申科 看起来是站在普京这边 当然他也没有十心十意的 百分之百的啊 他一看普京没怎么顺利 所以最近白俄罗斯态度也有所转化 也是左右逢源 两面派 齐强派 但是乌克兰 俄罗斯白俄罗斯的民间 有很多人是支持乌克兰的啊 现在有白俄罗斯的志愿军为乌克兰而战 除了白俄罗斯的格鲁吉亚也来人了 车臣也有 不是说所有的车臣人都支持普京啊 卡德罗夫是普京的傀儡 是他的小弟 他支持这个俄罗斯去攻打 去侵占乌克兰 但是也有很多车臣人 站在乌克兰这边啊 给大家看看啊 我们的美副让我们对ph frente来的镀 autun trans院 我们的選手是让我们义与 crackers 我们的美副让啊 对 aqui走通什么 áreas 对 российского一个人!...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能够 grip 我们应该能当务待 因为 tud不去碰 nel 有只是一个人 给他赞 добр 爆出于月我不知道 我也是一个人的 猛で搭載 brown 画面上大概有10个人 还有一个拍视频的 可能11个人 人数不太多 大概就一个战斗班的人数 但是象征意义非常的大 再看看这个 乌克兰的士兵击毁了俄罗斯的坦克 装甲车辆以及运输车辆 这做得 kos吗 am WOR? 是白人组合群和龙有全被杜养的 被冠丛至习物 把几乎成残疟的 澆军 这个是2022年3月8号参与杀害乌克兰平民 和对乌克兰的城市进行火箭弹袭击的俄罗斯海军的战犯的名单 那些参与使用巡航导弹进行导弹袭击的人 这是乌克兰的烈士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乌克兰士兵 多年轻啊 多帅气的阳光少年小伙子啊 给他的棺木上面覆盖一个乌克兰国旗 蓝黄相间的乌克兰国旗啊 漂亮小伙子啊 但是我听说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啊 现场携带着焚化炉的那种车辆 死了之后当时就焚化 而且一个俄罗斯士兵死后 大概只给700只1000人民币吧 只给这么多钱的抚恤金啊 就相当于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战争 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一个士兵才给40块钱 一个军官才给60块钱 人命还不如一头猪一头牛 Para看着别人哦 那个吗 老子 感谢观看